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長江特派員李隆敬 在昨天台大因為舉行中國新歌聲音樂節活動 結果發生了流血衝突 事件一開始都是源自於這個 我們看到上面的標誌 其實標語已經寫著 因為配合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活動的關係 停停場將於9月19號到9月25號中午12點是暫停開放 也就是說整整會有七天的時間 學生是無法進入到這個田徑場來使用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導致一些學生就抗議他認為 台大在住在這個田徑場的時候 沒有符合正常的標準作業流程 因此才會有後續的一系列的抗議活動產生 那麼金鐘帶引進入到田徑場來還原 到底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 昨天舉辦演唱會的田徑場的草皮了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學生不開心的就是 有沒有看到這整個草皮 其實有一些地方都已經是有點凸掉的狀況 也就是說其實昨天學生有點不開心的就是 為什麼台大在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廠商沒有維護好這個草皮的責任 因此這個草皮原本是力於盎然 然後提供學生可以踢足球的地方 現在因為舉辦這個活動之後 導致這個草皮恐怕還要重新再花時間來做維護 因此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廠商在昨天活動沒有舉辦成功的時候 其實早上的時候就已經要來 將這個舞台給拆卸到了 而且現場其實還是留有一些些 還有一些零件 甚至還有一些海報的部分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海報 就是中國新歌聲的海報 其實昨天它是擺在外頭的 是希望要吸引民眾來進場 那麼上面其實還有寫到 台北市台灣大學田徑廠 就是主辦的這個地點 那麼這個海盜現在也是被放在地板上 扭袋等等 可能就要被廠商當作垃圾給清理走了 那我們再往前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不止草皮這邊的狀況 在PU跑道那邊也有一些狀況 PU跑道這邊可以看到其實是已經有搭建 廠商是有搭建一些就是地墊的 其實是要方便這個外頭 把這些器具給送進來 但是可能就是這些地墊 因為在鋪的過程中 以及這個廠商可能有貨車要進來的過程中 有傷害到這個PU跑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PU跑道 藍色PU跑道有一些部分 這些顏色都有一些脫落的狀況 那麼學生是說 今年初台大因為舉辦 全國大專運動會 才花了三千七百萬 重新整修這整個台大田徑廠 結果這三千七百萬 沒想到到了年幾 就因為要辦這個活動 導致一些場地有受到受損 草皮有被弄凸的狀況 其實學生都非常不滿意 台大在整個舉辦這個活動流程的時候 都沒有來經過 沒有讓學生來告知 而且學生也質疑這個活動順序流程 是不是有出了一些問題 因此才會造成昨天學生在現場抗議 最終雙方演變成兩派人馬的暴力衝突 但是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其實文化局還有警察局都已經出面說明了 唯獨台大校方遲遲不願出面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在台大田徑廠內 要帶迎來去直擊台大的秘書室 秘書室到底在準備些什麼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了台大的行政大樓了 那麼就在我們剛剛跟秘書室這邊確認過後 終於台大終於要出面了 在經歷過一整個上午的省影之後 經歷十個小時台大是決定要來出面 回應外界所有的質疑了 那麼等會台大就要在這裡 也就是行政大樓的第四會議室 台大即將要在裡頭 由台大主秘親戚交開記者會 來回應外界所有的質疑 還有學生所有的疑問 那麼有任何最新的情況 請記得鎖定我們的新聞頻道 那麼以上才在現場 為你掌握到你的最新狀況 時間鏡頭再換彭內主播